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受到国际股市的烧倒可能会比较少一点 就看自己的股市怎么跑了 事实上在昨天美国股市道琼是受黑的 但是科技股为主的指数来讲话 尤其是NASTE 昨天涨了10点 涨了10点不算太多 就是0.19% 但是它却是持续性的创新高 费城巴拉利指数的昨天涨幅也超过了1% 所以如果说放眼美国的股市来看的话 即便是道琼没有再度往上创下历史上的新高 但是科技股的指数确实还是往上走高的 那么按理来讲 如果按这个道理来讲的话 台股应该也是往上走 是不是 但是很显然没有 我们各位看一下今天的画面 今天开平盘之后 涨1.77之后 迅速拉高到9353 这是早盘的时候 但是也立刻滑落下来 现在是小跌了4点 即使今天震荡的幅度也相当小 目前为止是最低也跌18点而已 最高涨11点 看不当当上线的话 也差不多就是29点 属于说 目前震荡幅度很小的 当然成交率也不至于太多 目前为止139亿 预估是600多亿 但是各位应该也稍微领教到 昨天开高走低的情况 昨天我早上我在解盘的时候都在红的 但是我一直跟各位提醒就是说 往下拉回的可能性正在增加之中 昨天反正我讲了一大堆了 时间就证明了 昨天我讲完之后 后来真的慢慢往下掉 一度也 反正最低 各位可以看到昨天的结果 那么上下正在来回的空间 昨天应该有70多点吧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但是就是从9点半高点开始往下掉 掉到10点半 然后偏偏我的节目就是9点半开始 好了 各位看一下 这是今天早上的第一个讯息 1月10号8.37分 各位看一下这个地方总的写了 昨天晚上美国科技国为主的 Nightstay指数顺利创下新高 但是这个效益 我认为未必会发酵在国内的电子国身上 需要提防台股指数继续往下扯的可能性 那么手中加减留点空单是可以获利兼避险 或是人家说的 没努力减少口 我们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早上传出区的讯息 这个地方提到就是说 需提防台股指数继续往下扯的可能性 那今天台股往上该高之后 也的确是往下扯下来 往下压下来 一度跌18点 那各位看到今天的低点 事实上也比昨天更低了 昨天低点是9328 今天来到9323比昨天更低了 一样的只要在创新低的路上 就可能随时有更低 如果再创新高 就随时有可能更高 所以不要去预测高点 当然也不要预测低点 我们各位看一下 这昨天上的稿稿稿稿的蛮多的 这是1月9号 昨天下跌了29点 我们现在把它拉近一点 台股这一段路 从12月23号的9078反弹上来 一直到昨天的9404 昨天最高是9404 从9078到9404的话 合计上谈了326点 说多其实也不算多 而且成交量也没有见到失控 成交量没有失控的话 按理来说是可以继续往上走的 是没问题的 然而坏就坏在 这整段路上 这昨天我已经讲了很多的 台股指数涨上来 并没有出现太明显的休息跟休整 各位需要知道 再强悍的多头 也必须要有适度的修正 没有修正的盘 自然会累积更多的负面的能量 更何况 如今指数已经越来越靠近 去年12月份的高点9430 各位别忘记了 9430同时也是去年 整个年度的最高点 所以渔情 渔礼 台股 不能不尊重 前波高点所制造的反压 所以结果就变得很容易预测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经明显修正的盘 而且又遇到前波高点的反压的话 昨天不跌才怪 而且甚至于这一股压力 很可能还会蔓延到未来这几天 昨天跌了29点之后 我认为还会持续的蔓延下去 也就是预测到 这种很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所以我沿路做多之后 这两天我们开始放空单来做笔钱的动作 尤其昨天一早 我们的空单炸药还更猛烈一些 你自己去问我会员 我昨天空单 昨天早饭的时候 空单还放得比较多一点 反正一个原则 就是说如何做容易赚得到钱 先那么做 各位听得懂意思 如何做容易赚得到钱 我们就先那么做 不要说一定要坚持我非做多不可 或者说坚持我非做空不可 从来我就没有这样的念头发生过 我也要劝各位就不要这样的想法 盘是顺习万变的 盘也是非常有具有弹性的 它当然也受到整个国际的股市 或整个政经的行使 或者是它本身基本面 甚至于技术面的左右 所以你不能是说 我就是要做多 不能这样子 或者说我就是要做空 你这样子只要被贴个标签 死多头或死空头的话 不好意思你在股市注定要被淘汰掉 因为股市会起伏 哪有死多头这样能够赚得到钱呢 也不能死空头赚得到钱的 各位听得懂我意思吗 那么这个 我昨天有再看一下 这个地方所写的 就是我提到这个压力 可能会到蔓延到未来这几天 所以也就是因为预测到 这种可能性会发生 所以我们的路是做多的 我想大家看在眼里非常明白 但是这两天 我们开始做空单避险的动作 尤其这昨天 空单炸了比较多一点 为什么呢 各位看一下这画面 这整段路从9078一直走到 昨天的9404 这段路是涨了300多点 326点了 从最低涨到最高的话 326点 坦白讲也不算是特别多 但是问题是 第一点 你沿路上没有太明显的修正 只有修正这一天而已 这点比较明显一点 但是几乎也天天往上涨 你天天往上涨 然后你遇到了全部的高点 930 这是去年12月份的最高点 问题是说去年整年度的最高点在这里 整年度最高点在这里 所以当你走上来 你都不要说不修正也就算了 你还遇到这个高点 所以本来就撤退的压力 已经在凝聚之中 各位听得懂意思 因为毕竟所有的盘都一样 只要你在往上走的时候 你不修正就等累积负能量 就会累积负能量 听得懂吗 你不要以为说整了 长的话就是正能量 不是不进来 你只要长的话 修正就变成正能量 当然你会觉得说 这书上有这么写吗 好了不要去翻书了 这是我讲的 我也没有看书 因为反正我这个经验 在告诉各位 所以你翻遍 整个市场上所有的书 都不会告诉你这回事的 所以你看我节目 我就会告诉你 因为这是我的经验 在传承 这里往上走到路上 你就必须要修正 边拉边修 这是非常正面的 除了你量能不要失控之外 就是要边拉边修 你只要不修正的话 就无法累积的所谓的正能量 因为你只是累积的负能量 长过多 物极必反嘛 就会弹回来嘛 就是我要压下来嘛 跌过多也就会弹上来 一来道理啊 所以这是过头了 你懂吗 当然我们不能假如说台股 这段路走得过头 我也可以也没这么讲 但是坏就坏在 第一点你没有修正 第二点的话 就是你遇到全部的高点呢 你必须得于情于理的 做一个修正 这是尊重 这一个 这一个伦理上的是真尊重 各位听到懂意思吗 你在长上来的时候呢 尊重了全部的高点 这是伦理上的尊重 伦理 就好像说我们年纪轻的遇到长辈呢 你就要必须得鞠躬啊 或者是说又比较有礼貌一点 因为这是伦理啊 对不对 年纪比你大的话 长者就像是你不爱之后 你也必须得让做一样的道理啊 除非你真的身体上 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 回到股市来的话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你昨天跌 我觉得跌的一点也不冤枉 而且根本就是非常容易预测的事情 也是因为这样子呢 我们昨天才会有放空单的一个行为发生啊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提到啊 就回头来看 我们今天早上的第一个讯息啊 需要提防啊 指数再往下扯的可能性啊 就今天早上啊 1月10号早上8037分之后 他到会员手上啊 台股机往下扯的可能性啊 会发生 所以加减留点空单 可以获利兼必行啊 我给各位看一下啊 昨天这档股票啊 你觉得放空 然后能不能赚到大钱 或者是说啊 你会觉得依稀相似的感觉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档股票 偏偏我过去的日子有做 那是做了不同方向的 我过去是说做多 但是现在 我就在昨天放空单了 空单给它炸油炸下去啊 当然现在我这边盯着各位 我是盯着镜头嘛 我也不晓得它现在涨得还是跌的 但是呢 至少以昨天的空单的价位来讲话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啦 十之八九都还在赚钱的 我们各位看一下好了 这昨天的1月9号 好 这是1月9号 那么昨天早上十点七分 等于是我十点下节目立刻传讯息 玉金光四价眷空避嫌 成交在108.5 公的玉金光 你就非常恍然大悟了 什么 因为之前我赚过 而且赚还很多的咧 好了 那但是我昨天用四价眷空来做避嫌 108.5成交 各位看一下 昨天1月9号的时候呢 其实它曾经串红过 最高燃烧到111块半 但是我们下节目的时候是10点 赶快积极如律令 做一个空单 圈圈画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放空的地方 你各位看到 这是10点七分 因为我10点下节目 立刻传呼讯息 10点七分传呼讯息 成交是在这里 毫无疑问的啦 这是问过会员的啦 你各位看到 其实你又想到一件事情 麻烦你一个感同身受一下 放空下去 过了两三分钟之后 开始反应了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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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一直往下掉 掉到头皮发麻 掉到一直往下跌下去 跌到104块去 放空跌下去的话 这是非常爽的事情 就好像你做多之后呢 一拼命的往上拉 然后拉到掌零板 拉到无怨无悔 拉到一个海角天空去 这个就是 爽一直可以做解释了 放空掉下去嘛 然后做多挡上来嘛 所以你放空下去之后呢 也不用太久 你可以读秒的 吓死一生 杀了一生 我一下跌下去啊 空108.5 昨天收版105.5 立马赚了三块钱啊 这档股票是做过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 现在股价多少 现在105啊 我昨天空哪里 108.5了 你现在还都黑了啊 大凡现在也是跌四点而已 它其实都还黑了啊 这两个股票我做过呢 我想大家不要陌生吧 不要跟我说 嗯 无吗 你不可以跟我讲这句话 我真的是很想敲下去啊 我讲了几天啊 讲了好多天啊 你给我看一下 这12月的事情啊 越精光 我就做三天 速度之快啊 迅雷不及言耳啊 12月27号 切101块 当天收上去 各天掌零板 再各天拉高 收工 若带为安 亲爱的朋友 你看一下啊 那一天最高是 115块半 我们出在 114块 这个已经不讲了 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出在 114块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亲爱的朋友 如果说你最近 那一天话 最高是出现在那一天 我们看一下 电脑画面 就是这一天了 12月29号了 这样啦 然后从那一天 我出114块之后 你可以看到 几乎也没更高了啦 几乎也没更高 哪一天不是收到114块之下的 隔天收112 你看这一天最高114啦 但是一刹那啦 收盘还是111.5啦 今天 昨天都已经跌到104了啦 你看我出114还算漂亮吧 就做这三天啦 12月27号 切进去 101 收102 隔天 涨停112 再隔天拉高 三天收工 落袋为安 然后昨天呢 再度轰炸下去 108.5 今天目前为止 还在获利之中 这档股票 我之前跟各位提到过 就是说我做完了 我就觉得说 哎 蛮有手感的 你也知道 Michael Jordan 一旦有手感的话 一场球可以得个五十几分 甚至六十几分 都没问题的 这是手感正热的时候 林书豪也一样 手感一来的话 得个三十几分 甚至四十几分 我都觉得是 哎 反正这我记录嘛 应该各位 应该比我还清楚 所以这是手感 当我对一个 郁金光有手感的情况之下 我三天能够 赚这样子一趟路 赚这个13块钱 12.9% 那么我跟你讲说 下一次我还要做它 你也不由得不信了 就是像昨天 我就做啦 你不要管我 做多或做空 反正就是手感来了 而且我当时也提到 郁金光做完 做了 我们当时在十二月份 不是只有做郁金光 这一档非常飘烂的股票 是几个十二月份 几个台湾的高市 十二月份 最后拍的两支高品 这个也是郁金光 这个也是环球金 都可以做到 很注细 也很好玩 郁金光你看到 这三天 还有一个环球金 整个都是十二月份做的 十二月份切进去 然后拉高上来 我还都要记得了 因为天天在讲 而且沿路上讲 讲到 很多人搞到半天 以为说 这是我在做的 一样 事实上我们是有做 坦白讲 我们也不是主力 你问什么 这就是凭这个分析能力 告诉你可以买吗 九十三块 当天收九十一块半 隔天拉高起来 收九十三块 再隔天拉高起来 变成一百块 这个圆路都记得 一百块整理三天 最后再拉高上来 涨停板 一百零八块半 然后出在十二月十九日 一百一十七块 你看我记得多清楚 赚二十四块钱 当然环球金光 我们也可能 随时会做回来 不管我做空或做多 反正我就会做回来 因为手感 有时候手感在振热的时候 你不赚钱 感觉好像对不起什么一样 所以我凭借着手感振热 我多么希望 你赶快来 我帮你赚更多一点 好了 休息一下 立刻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打头部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越十倍数 或扫描QRCO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获得加速 02-2781-00909 2781-0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打头部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打头部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0909 2781-0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中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今天来到这古色古巷的地方 要带大家远离成效 嘎嘎嘎 蚊子这么多 小心肝染灯隔热 大家一起来 清除支撑源 横栽底盘 宠物饲料容器 要经常刷洗干净 避免温暖附着 雾后沟 屋顶排水槽 每周清理 不阻塞 猜源除水桶 要加盖 不使用的桶子要导致晾干 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瓶瓶罐罐要倒干净 再回收 预防灯隔热 清除支撑源 大家一起来 行动 各位好 欢迎回到 飞月水背书现场 我是蔡宇章 刚刚上个阶段 跟各位提到盘式 还有部分的个股 我想其实这些日子 各位看过来的话 对于我的操作 如何如何 心里有数 不用我再多提 那当然 因为很多人 还是没有看到 或者说 看了早上 不是 早上 如果万一没时间看的话 那怎么办 就错过一天了 所以我们就节目多了 各位不要忘记了 为了我的好 是要让更多人 能够看得见的 所以从今年元月份开始 我们已经有几天了 一开始了 上午 你现在看的时段 是九点半到十点 维持都有的 那下午就多出了 都出来了下午的 五点半到六点 记得看 上午没看的话就看下午 下午没看的话就看上午 当然你一起看都可以 因为毕竟内容是不一样的 像上午来讲话是现场的 你可不要以为是下午播一播 然后跑到了上午来重播 不是 你现在看我这个时段 此时此刻是现场 中原标准时间是 礼拜二早上九点四十九分 是即时的时间 好了 所以上午讲一讲的话 也不会跑到下午来重播 都是属于现场的 OK 这没问题 好了 讲完之后呢 我还是要跟各位讲到盘式 其实讲到盘式 我觉得有时候讲 讲太多的话 分析了半天 你听得懂 别懂我 说实在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有些话 我今天讲白话一点 让各位能够听得懂 譬如说 有一句话 我常在讲的 见好就收 见不好 怎么办 见不好你也得收 其实讲出来 就是等于是股市中的 一个停利跟停损的观点 见好就收 就等于是 因为我常在跟各位讲 你买一档股票之前 要先想好 这档股票 到底有多少肉可以吃 我待会买股票也是一样 我先看这档股票 到底有多少肉可以吃 到底基本面够不够好 技术面是不是能够达到火山 喷出口 那种喷出的能量存在 只要达到一个条件 或者是说肉可以吃得到 够大块 我就会建议你去买 那当然够大块 我也先设定好 所谓的满足点在哪里 各位听得懂吗 所以就是要见好就收 停利点要设出来 但是如果说假设 股票如果万一不是 合乎你所想的 合乎你所想的 结果是往下掉 或者是往相反的方向跑 见不好 还是得收 这就是停省的 停利跟停省在股市里面 来讲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难讲说是停利好 还是停省好 但是我跟你讲 都必须得住 因为这是保护你自己的 比如说 我们就讲某一档股票好了 这档股票 其实我们在过去 也跟你讲过了 这档同志 同志今天目前为止 涨两块半 昨天底下呢 二十八半 告诉你 既然跌下来的话 整个上升结构得坏掉的话 你还是得见不好 也得收 但是我们这两股票是获利的 我们给我看一下 昨天了 1月9号昨天了 我们把它拉近一点 10点22分 也是一样下节目 二话不说 同志 市场 市价 352代号 还是要给你 市价 获利下车 我们是获利下车的 取回资金 准备转接到下一档股票去 见好要收 见不好 也得收 这是常在讲的一句话 虽然既然是如此的话 昨天它的股价图形 走得不太好看 虽然我们借不好 也得收 虽然是一样是市价 获利下车 还是一样市价 获利下车的 但是呢 以赶快的去破例 但是就是说 我们获利缩小了 还是得下车 今天涨上去 涨到哪里去 不关我的事 就算跌下去 当然不关我的事 因为我们已经收了 事实上呢 我想大家非常清楚 我们股票 只要收的话 这档股票就清掉了 就清掉了 反正就是 下车之后呢 我们就取回资金 准备转到下一档股票去 所以不要留什么 二分之一 留三分之一的 这档股票是这样子 即使有些股票 我们出的 好像有时候呢 出的无怨无悔 怎么说呢 因为出掉 我们就干干净净的 这档股票 后面跌下去 常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上礼拜 不是下车的几档股票吗 我们就用这档证文 来跟各位做举例 其实看图形的话 非常完美 完美的往上走 完美的图形 一直往上走上去 但是我们上礼拜 也有话下车了 下车当天 出在24块8 我们在开盘前 就挂架了 当天最高24块9 当然出的很完美 走得完美 我们下车完美 24块8出掉了 获利托戴维安 那如果没有 如果说 假设你自己操作 你没有下车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各位看一下 如果说以现在 正文来讲的话 现在是多少钱呢 现在是24块 今天上线 结果达到23块9 现在24块 我出的24块8年 上礼拜四出掉的 今天才礼拜二 上礼拜一 你1月5号 礼拜四出掉 24块8 现在24块 所以你要想得 出掉后面 再怎么沉沦 那也是大家的事情了 所以你才会看到 就是说 我们下车 是一定会坐的 没有什么坐不到的 是带上车 一定会带下车 是不是 就好像说 我们昨天放空的 那个浴金光好了 现在是104.5 我们昨天空108.5 我还没补 还没补 还没补 当然一定会补啦 不是现在此时此刻补啦 我带上车 不管是带你上车坐多 或带你上车坐空 一定会补回来的 看起来很爽吧 我们昨天空108.5 现在104.5 坐多也赚 坐空也赚 我现在给你看 一档的股票 这是坐多的啦 我也没下车啦 云品啦 50块1啦 1月6号上礼拜五 也没多久啦 就上礼拜五啦 今天才第三天啦 坦白讲 这档股票也没有赚多少啦 但是我就跟你讲 也是要赚啦 1月6号看完 是昨天1月9号啦 因为中间1月7号 1月8 是礼拜六 昨天50块半 也没有赚多少啊 但是你看 我就是说 我准备要赚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图形好了 现在是50块6 你看图形 是不是一直往上拉上去 你叫我 你叫我如何下车啦 我干嘛下车啦 这是坐多啦 OK 看完了 看完就告诉你 就是说 我们坐多也在坐 也是有啊 坐空也在坐 有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 几乎是 我不敢讲说 十全十的美 但是呢 已经几乎趋近完美了 因为所谓的高级分析师 不就是多空都要能够赚吗 不是 不就是应该这样子吗 你敢相信一个 死多头的老师吗 或者你敢相信一个 死空头的老师吗 好了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不多说了 但是节目最后 还是要告诉您 想通了 主动一点 拨打你电话 电话就在你身边 那选择是看你习惯 喜欢操作中高价位 或中低价位 来选择适合你的家族成员 那当然有些人就说 我不care中高价位 或中低价位 都可以的话 那当然我们也有 所谓的超级双响炮 所谓的超级双响炮 同时持股兼聚的 非要家族跟十倍出会员的股票 既然都有 所谓的行情 你全部都不会掉落下来 获利自然无法挡 有些人指明 要的就是超级双响炮 这是目前电话询问度最高的 电话号码在哪里 就是广告中有的 请你主动一点 要叹急 要更主动的 好了 祝你股票抽 差不多胜利了 谢谢您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之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运达资料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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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越十倍数 或扫描QRCO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获利加速 02-2781-0909 2781-090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资料仅供参考 02-2781-0909 我是卫物部部长 林作炎医师 我是台南市长 赖清队医师